吃個幾半就好了 那如果說有需要大量食用的一個部分的話 請可以到醫院來諮詢一下醫師 去評估看看您的條件 是否說是可以大量食用柚子的一個情形 是中秋烤肉的六大原則 那首先第一個原則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飲食順序要調整 要怎麼調整呢 要記得的就是要先吃青菜 再來是吃肉 第三個的話才是吃澱粉 因為這樣子的話可以幫助 就是點好我們的飯後選擇的上升 這個對我們的糖尿病那邊有些 比較幫助的一個飲食方式 再來第二點呢 我們就是要大量的蔬菜幫助運動 通常我們吃一片吐司夾肉的話 那個熱量啊通常都會超過70大卡以上 而且澱粉的含量比較高一點 如果說我們可以換成像是生菜類的話 來包肉 那個熱量的話 至少都可以減少到 70大卡烤肉的熱量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公餐的食材少加工 我們今天所選的這些食材的話 都是一些生鮮的蔬菜水果 那或者是說一些像是低脂的臉肌肉片啊 或者是雞胸肉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我們的油脂攝取 還有一些比較食品添加物的部分可以減少 再來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鹹味飲品可以解油膩 我們通常的話都會建議像是喝無糖的綠茶紅茶 如果說是想要喝一些有氣體的飲料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吸烤水會比較舒服一點 再來第五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調整骨魚的一個調味 那骨魚要怎麼做調整呢 譬如說我們在刷烤肉醬的時候啊 通常刷一次 那個熱量都會至少要吃進去大卡烤肉 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通常也會只刷一遍而已 我們會建議說可以自製一些 比較低糖低油低鹽的一個沾醬 來做沾取的動作 這樣攝取到的熱量跟辣含量就會比較少 或者是說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撒一些像是雞蛋粉啊 或者是說像七味粉的一些調味品 這樣也可以減少熱量跟辣含量的攝取 再來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食品安全要注意喔 我們在烤肉的時候一定要切記 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做分開的動作 在烤肉醬河走 我在烤肉醬這裡 啊 我們的